经常都会受到这样一些打扰 一 你睡觉了 坐机响起 那他说他有急事 其实也不是什么急事 就是问你明天在一块吃顿饭行吗 电话什么时候打来的 凌晨两点 那又不是救火 他骚扰你 第二 就是手机被错播了 常有的事 当然我们有的时候也待会会有这种情况 当然我建议你 第一 你播之前你认真点把电话号码看看 别打错 第二 万一打测说成抱歉对不起行吗 有人不说 没准还雄你两句 第三 手机短信 我们知道 中国在世界上是手机短信使用最多的国家之一 包括我和你一样 我们经常会使用短信 过年过节 走近访友 用短信替代一下也省事 但是我经常遇到这样的短信 我不知道你们遇到过没有 就是没署名 你不知道他是谁 因为我可能是朋友比较多 他跟你写个金教授生日快乐 挺看得起我的 我的生日他都记住了 但他不知道是谁 这个有的时候你想想 一方面我有可能会查出来你是谁 万一我查不出来你这个短信不就白发了吗 这个不是谈恋爱 高深叵测那还行 那有点神秘感 咱们不是那个关系 所以电话里有必要来讲一讲 礼仪是什么呢 我曾经给礼仪下过一个定义 我说礼仪就是行为规范 什么意思 礼仪其实就是标准化做法 是待人接物日常交往中的标准化做法 那么下面我从这个角度呢 想跟同事们谈谈理 第一 我主张 公司也好 机关也好 企业也好 乃至个人也好 要有电话形象的意识 有的时候我们跟别人沟通 未必亲自见面 没准就是打电话 我到你酒店去也好 我到你商场也好 我想买你的货 订你东西也好 我往往就是打电话 一个电话打过去 印象好 没准一单生意就牵下来了 一个电话打过去 如果印象不好就比较麻烦 那天我就跟一个单位打电话 我说有件事 要报销一个东西 他跟我说你招什么急 我说我想问一下 什么时候能报 你放心 我不死都能报 他跟谁生气 我不知道 你干嘛给我气声 但是他会给我一个感觉 第一是这个人素质不高 第二是这个单位没规矩 员工个人形象 代表组织形象 员工个人形象 代表产品和服务的形象 我这辈子可能就给你打一个电话 你要给我印象不好 我就认为你这个公司不好 你这个企业不好 甚至你的产品和服务都是不好的 我不买你行吗 我不消费你可以吗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 你要有电话形象 电话形象在我眼里 是由以下三个要素构成的 哪三个要素呢 第一 时间和空间的选择 这是你电话什么时间打 在哪里打 第二 通话的态度 你的语言 你的表情 你的动作 第三 通话的内容 就是你说什么 那么这三点 时间空间的选择 通话的态度 及其通话的内容 构成一个人 乃至一个公司和企业的 或者一个机关的电话形象 啊 那我下面呢 想分几个具体的问题来讲一讲 首先呢 我们站在打电话的发起者的角度 就是打电话 你把电话打给别人 我下面问大家一个问题 现场的观众和电视机线的观众 如果你现在决定给别人打个电话 比如你给金教授打个电话 或者你跟你的同事 你给你的客户 你给你爸爸妈妈打个电话 我想问 你要准备把电话打给别人时 你认为哪一个问题最多 我刚才其实已经讲了 我说电话形象三要素 第一 如果你要想确保电话的 质量 就是你想把这事说清楚 你想把这事摆平搞定了 首先你要注意时间的选择 比如你跟私人通话 你首先要选择效率高的时间 换句话再讲 人家不烦你的时间 比如在我们中国人来说 你和任何一个人打电话 包括我 包括你家人在内 休息时间 别给人家打电话 除非万不得已 是吧 晚上十点之后 早上七点之前 严格讲 没有什么重大的急事 别打电话 万一有急事打电话 你第一句话要说的是抱歉 事关紧急打搅你了 否则的话 人家会烦的 再者 就餐的时间 别打电话 说实话 像我们大家都挺忙的 我和你一样 中午就那么一个小时吃个饭 你还给我打个长长的电话 你影响我食欲 破坏我消化系统 摧残我生命 是吧 这个不要讲 另外你要注意呢 节假日不是重大时段 不要打电话 第二呢 打电话要中一个空间 什么意思呢 一般来讲 私人电话就是在家里打的 办公室电话是在办公室打的 别占小便宜 我不怕你笑话 我相信你也知道 我们有极个别的人 特爱占小便宜 经常有人告诉我 老金啊 有国际长途要打吗 我说有啊 到我们公司来吧 我们公司可以打 不合适 便宜没有这么占的 一个文明的人要讲游戏规则 不要占用国家资财 也不要侵吞国家 或者你的公司的资产 打电话 私人电话就是用你手机 用你们家电话 别占公司的便宜 别占政府机关的便宜 还有一点你要注意 打电话 如果你要在公众空间的话 实际上是一种噪音骚扰 任何一个有教养的人 是不能在公众场所打电话的 什么影剧院 会议中心 餐厅 商场 经常有些不自觉的人 拿起电话就叭唧 曾经有一个老外在五年以前曾经问过我 说你们那个电话是不是人多的地方才能拨通 哇 经常有人这么干 打着电话 旁入无人 横冲直创 影响别人 是吧 我看电影 看电视 我听音乐会呢 多难得的一个欣赏的机会 你这哇 哇 那个手机 吭噬吭噬 乱响 非常不好 要注意这个空间选择 第三 要注意通话的长度 电话打多长好呢 当然实际生活中你这个电话你有多长多少事 你说多长时间吗 说清楚为止把事搞定吗 但是要注意 从互相尊重这个角度 那我已经不厌其烦的讲了 理的意思就是尊重 这是刚 这是基本点 从互相尊重的角度 通话时间是一短不一长 电话里有一个规则叫做电话三分 三分钟原则 什么意思呢 就是你跟外人通话的话 每次的时间应该有效的控制在三分钟之内 我的意思倒不是说让你掐个表 或者放一烙钟 每次通话之前播好烙钟 到三分钟吭噬 就断电 不是那个意思 是要你长话短说 废话不说 没话别说 我们有的人打电话 很寂寞 拿起话筒就跟你捉迷藏 喂 你猜我是谁呀 你听不出来呀 你慢慢在猜吧 不对 你再猜 不对 我谁你都不知道啊 好不容易猜对那优本人呢 你猜我在干什么呀 不对 不对 我在吃东西呢 你猜我吃什么呢 不对 你没认真猜 不对 我告诉你吧 我什么都没吃 他有病了 有自恋癖倾向 任何一个有教养的人 他是一个办事有效率的人 他是一个尊重时间的人 时间就是金钱 时间就是效益啊 时间就是生命啊 我们生命是有时间组成的 你浪费别人的时间 就是浪费人家的生命 所以打电话一定要短 您现在收看的是百家讲韩朗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礼仪之邦 那么在现代生活中 我们如何做到人与人之间和谐共闯 在社交场所 在工作场所 在朋友聚会中 我们如何成为一个 在各种场合都受人欢迎的人呢 又有哪些细节 是我们欲望不能忽视的呢 在2008维新二日盛会 即将到来之际 让我们一起关注身边的礼仪 崇文金正空教授 为我们讲解现代礼仪 越不凡 越平凡 胜得西南庄 高度 决定事业 角度 改变观念 尺度 把握人生 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广告 由上海中式国际广告有限公司 独家带立 世界上最宽广的是大海 最高远的是天空 最博大的是男人的情怀 洋河蓝色经典 男人的情怀 洋河蓝色经典提示您 接下来请继续收看百家讲坛 那么说到底 通话这时候最重要的问题是什么呢 自我介绍 一个训练有素的人 拿起电话之后 要顺理成章进行自我介绍 按照电话里的标准 自我介绍需要有下列几个模式 第一个模式 我曾经在以前的讲座中讲了 录音电话的模式 就是报电话 我们刚才也跟现场的观众讲了 报电话号码的好处就是万一他拨错了 你跟他说了一遍 他不至于再错 我经常拨他这个事 他打你手机错了 你跟他说错了 一会再打进来 你跟他说错了 他还打进来 还骂你 干嘛装洋算不接 是吧 你跟他重复了一遍 他人他稍微理智点 他会对一下 这就不是一错再错 第二 公司总机或者部门电话 一般报单位名称 你好 联想集团 你好 上海东方电视台 报单位 因为你是总机 是吧 那么专用电话 比如我家私人电话 或者我这个经理董事长的电话 专用电话一般是什么 报信 因为这个电话就是我的 我的习惯拿几块 董事长 你好 金振坤 我先报姓名 让对方验证 是不是打错了 国际交往 一般要报三要素 单位 部门 姓名 因为 人家可能不知道你是什么头衔 不知道你是谁 所以你要全报 那我经常遇到这样的事 他跟你说了半天 你不知道他是谁 这个你还不好意思问 因为他你听的语气 他跟你很熟 他跟你很熟 金教授上次吃饭 在一块吃饭了 坐一块了 这个好长时间不见 打电话问候一下 你也不知道在哪吃饭了 你也不知道他是谁 说你要足够聪明的话 你先报一下 你好 金教授 我是海达公司的王军 王副总经理 上次我们在一块吃过饭 记得交换个名片 金教授 所以想请你讲个课 说清楚 否则你给我寒暄半天 你干嘛 在那打拳 我不知道你干什么 养成习惯 这个自我介绍是不能缺少的 那么打电话 从礼仪上来讲 你打给别人时 还有两个点比较重要 第一 怎样暗示对方终止通话 就是你不想打了 你打给别人的吗 主要是你说嘛 你现在不想打了 你怎么去暗示呢 标准化做法就是重复要点 啊 王总 那我们这次就说好了 下个星期 我付款 按照你提供的号码 我把我的货款的首期打给你 按照我们刚才约定 辅10% 王总 如果我要没有记错的话 你的账号会在下星期一早上传真给我 传真诊之后两个小时确认无误 我就会拨款了 重复要点 是吧 那也可能对方记错了 也可能对方忘了 你重复一下 说明我这个人是训练有素的人 是不说废话的人 这个人是不是训练有素 他说话利索不利索是很重要的 利索不是说话少 而是说说到要点去 他言简易改 接电话的理 有下面几条需要注意 第一 我们强调 零响不过三声 打电话的最重要的原则 叫做通话三分钟原则 那么接电话的基本原则 我们叫做零响不过三声的原则 什么意思 就是要及时接听电话 你别不接 尤其是你约好了时间 今天晚上八点让人家给你打电话 你约好 让人家给你打 人家打来的话 你不接 那是严重的实力 这个要注意的 当然我们有时候碰上两个极端 第一个极端就是有同事宁死不去 在那看着不见 还有同事什么呢 电话铃一响就接了 过忧不及 你想想 因为电话现在高新技术含量非常高 顺势接通 那我们一般的经验 铃声总要响两声才接 你这电话铃声一响就没做 就接了 我这还没做好准备 是吧 我经常碰到这种事 要么那边不吭气 要么这是 你这刚一波那边就说 吓你一跳 这些训练有素的白领 他都有这样一个经验 桌上那个电话响了之后 手先上去 等他响两声三声的时候再接 这样不慌不忙 很多国外的大的公司有规定 就是铃声要响到六声以上的话 你才接的话 第一句话要说 抱歉 让你久等了 因为人家要求你办事 很可能这个电话拨不通 我到别的电公司去了 我不找你了 所以人家找你是看得起你 要及时的表示一下歉意 第二 从李医生来讲 不要随便叫人家接听电话 如果你在现场的话 电话找你的话 尤其打的是你的电话 不要找外人去待见 尤其不要让孩子呀 秘书啊 去代听已经有约在先的电话 比如约好的给你打电话 不要让人家去听 啊 那这样也是对通话对象的一种尊重 下面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 那我想问大家一个什么问题呢 是这样一个问题 就是 如果我打电话给你 你不在 比如你是王处长 那我是李处长 我是跟你一个合作单位的一个处长 我们俩是平等关系 我李处长找王处长 王处长不在 现在各位电视机前的或者现场的观众 你们就冒充一下这个被找的这个王处长的秘书 我找王处长 王处长不在 王处长秘书带一些电话 如何文明而礼貌的应对 我们经常有身边的领导或者同事家人不在 你替他接了电话 不在的话 你要回说 训练有素的接电话的人要这样讲 首先告诉对方 他找的人不在 然后才能问 您是谁 您找他有什么事 千万别倒过来 那我经常不在这种事 你找王处长 王处长不在 李秘书接电话 你问他 你说请问 这是这个国际交流处吗 对 先生你好 我们是国际交流处 先生你找哪位 我找你们王国华王处长 先生你好 你找王处长什么事 我跟王处长同行 说好了今天给他打电话的 先生你到底什么事吗 我现在路过你们北京 想来看看王处长 先生你好 我们欢迎你 先生你什么时候来 我大概半个小时以后就可能到你们那 先生不好意思 我告诉你 王处长不在 他耍我 他掉我胃口 他怀疑 是我怀疑王处长在边上埋伏着 他聪明的人 他要讲 先生不好意思 王处长不在 然后问 你是谁 你有什么事 这个就比较好 否则我会怀疑 我想的就是王处长 一看这个号码似曾相识 就叫李秘书 上 问那小的是谁 处长 是 是那个什么 上海那个李处长 问什么事 想来看你 问什么时候来 马上就到 告诉他 我不在 这个推论是成立的 所以这个问题 我们接电话的人 是需要注意的 你别乱说 你要安排合理而有序的 接下来我们要讲 接电话的合理而有序的表达非常重要的一个内容 自我介绍 我经常遇到这样的事 电话你拨错了 就我打电话的 我确实是打错了 那边人不说 他问你什么事 你跟他说了一个遍 他最后告诉你 打错了 你气死了 是吧 这个很可能我拨错了号码 你跟我说一声 不说 谁让你说完了 告诉你 打错了 浪费你时间 窃听你机密 破坏你情绪 所以一个系列有素的人 跟打电话的人一样 三句话不能少 你好 自爆家门 然后说再见 自爆家门跟我刚才那样打电话一样 要么报电话号码 要么报机关名字 要么报姓名 或者核报 单位部门姓名一起报 别跟人家说 你猜我是谁啊 管吗 那么我们下来遇到拨错的电话 怎么办 遇到中断的电话 怎么办 那经常有这样的事 尤其手机啊 说着说着断了 可能是没电了 可能是掉线了 可能就是到了死角了 那遇到这种事怎么办呢 接电话的一方 有责任 告诉对方 比如你跟他说 不好意思金教授 现在我站这个位置 可能网站没有覆盖啊 噪音很多 那金教授 你看这样好不好 我先把电话挂了 然后呢 你指定一个时间 我打给你 说一下啊 万一就没有一点线照 啪就断了 那你马上要把电话打回去 打回去 第一句话就要讲 金教授 不好意思啊 这个电话掉线了 或者你跟他讲 不好意思金教授 我电池用完了 你说一声啊 地位低的人 要把电话首先打回去 那这是对人家一种尊重 啊 像我刚才说那种情况 万一那个通话效果不好 你可以跟他约个时间 但是你约的时候别胡说 啊 金教授 你打给我吧 你是晚辈 我凭什么打给你啊 我把电话打给你 我还花钱呢 是吧 所以你可以约个时间 我要愿意打是我打 我要不愿意打你打 你求我嘛 求人要像求人的样子 啊 那么接下来一个问题呢 就是纯粹是拨错怎么办 呃 我在德国一家公司去考察过 他那个公司有明确的规定 就是说 如果外人打电话给我公司 电话拨错了 第一句话要说明 先生你好 电话您拨错了 第二句话要把我们单位电话重复一下 让对方验证 不是骗他 第三句话要问 您需要帮助 啊 比如他找中央电视台 他找八频道 现在播到十频道来了 我会告诉他 先生你好 我们确实是中央电视台 但是你可能不太清楚 我们各个频道的位置不一样 工作电话也不太一样 先生 你要需要帮助的话 我现在可以替你查一查二频道的电话 你需要吗 那人一看 这个人都有教养 是吧 我也见到这个有的同志不太有教养 他告诉你 瞎眼了你 瞪着眼睛看啊 下次看清楚才播啊 否则我打爆你啊 这个 没有教养 啊 那么我们呢 接电话的时候 有的时候会出现这样一种情况 你现在在上班呢 你正在接一个电话 这个电话很重要 另外一个电话呢 你看一下来电显示号码吧 也挺重要的 现在有外人在场 我想请问 你接 还是不接 我今天遇到有这样的同志 对待这个问题 啊 比如我在他办公室的 他正在打电话 啊 或者 没打电话 正跟我聊天呢 突然桌上电话响了 我会跟他讲 我说王主任 你接电话吧 王主任 你接你电话 他告诉我 不接 咱俩聊 不管他 有的人讲 这个挺好吗 说明重视你吗 其实我感觉不好 你不尊重打电话那个人啊 你凭什么不接啊 我心里会想到别地去了 怪不得昨天下午给这家伙打电话不接呢 他跟别的人聊了 所以一个有经验的人 特别是在外人面前 电话不管一个响还是两个响你都要接的 但是你要说明原因 比如你正在跟我谈着呢 那个电话打进来 你不方便当众去说 因为你跟他说话长了 不能冷落我了吗 你跟他说一声啊 哎呦 王主任 太感谢你了 你给我打电话 哎呦 谢谢 王主任 很惦记你的 王主任 不好意思啊 现在人民大学金教授啊 正在我这谈工作呢 你看这样好不好 王主任 你约一个时间 然后我跟金教授说完的事 我马上给你打过去 第一 暗示他边上有人不能说深层次问题 第二 让他选择一个时间 打给他 说明重视他 但是这个这种技巧在对外交往中呢 尤其在商务交往中 这是教养 金教授讲过一句话 教养体现于细节 细节展示素质 细节决定成白 您现在收看的是百虾奖韩朗 以茶代课 以酒会友 古往今来 酒水一直就在人际交往中 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敬茶有什么讲究 喝洋酒要搭配什么 和咖啡又是怎样才能优雅 我们如何做到喝得优雅 喝得开心 金正恩教授 就在您走亲访友的空侠时间 来说了说到酒水中的礼仪 伤透的第一时间 谁在你身边 云南白酿气无济 红瓶迅速阵透 白瓶持续疗伤 稍后的第一时间 在你身边 云南白药气无际 好呀好呀 更快 更强 更优 傲优 傲优如品 那么最后呢 我想跟同志们讲一讲移动电话的使用 那么现在生活中 我们刚才讲了 移动电话已经是非常非常之普及 我记得我十年以前在北京台讲过礼仪 讲电话礼仪 我在那迭迭不休讲寻呼机使用 现在我要讲寻呼机可能就没什么听众了 所以我就不讲了 我要讲手机了 那时候有手机的没几个 你讲手机礼仪 大家没兴趣 大家讲的是呼机 当时最流行的语言是呼我 那现在你也讲呼我 好像人家该说你什么什么了 不玩那个 那么讲移动电话的礼仪呢 我看这样几点要注意 就是要安全的使用 现代社会和平发展是主题 中国人民我们都是自己人 但是我们不能否认 不安全的因素是存在的 所以一个有教养的人 有经验的人 他是不用移动电话去传送重要信息 尤其在国际交往中 有些非法组织 非法个人使用切密的工具 搞不好你电话中那些信息资料 就被人家窃取了 是吧 所以从商业秘密这个角度来讲 移动电话是不适合传递重要商业信息的 这个概念我们是要有 大家知道使用技术手段的话 移动电话不仅你打电话的人在什么位置 我知道 而且你讲的内容也是可以知道的 当然我这讲的是非法手段 你到国际交往中去防人之心不可无 这样的事你注意 你别在这跟总公司回报那个谈判底线 底价是多少 合同上哪些细节要注意 你当然一说人家全知道 所以这个移动电话是不适合做这样的传送工具的 此外你还要注意 要遵守关于安全的若干规定 比如开车的时候不打手机 空中飞行时手机要关机 加油站 病房之内手机不使用 这个问题其实也是个安全使用的问题 这是第一点 与此同时我们还要讲到关于安全使用的时候 一般情况下 不要借用别人的手机 这个也是个基本礼貌 自己人家人朋友兄弟姐妹 那还无所谓了 外人尤其是陌生人的话 借用手机本身就是没有教养的标志 这个应该是不借用的 除非是紧急试端 救命呢 那另外一回事 第一是安全使用 第二 文明使用 那我这里讲的文明的使用呢 就是你要有那种尊重人 爱护人 关心人 体谅人的感觉 比如公众场合 要养成手机改成震动 或者静音 甚至关机的习惯 不要在大庭广众之前 这个手机频频的响起 更不要在人多之处 接听电话 我说个不该说的话 像我们的会议上 我们的公司里面 我们的企业里面 甚至我们的学校里面 手机响声随时响起的状态 国际社会是比较少见的 这个恐怕是一种文明程度的问题 要维护我们中华民族的形象 要从我做起的 所以我这讲是一个文明的使用 另外 现在手机有些特殊的附带功能 比如发短信 比如可以拍照 你要注意 拍照 别人要征得对方同意 要有隐私权 发手机短信 尽量是那种有效的信息 有益的信息 比如动不动给人发一黄色段子 开一国际玩笑 那我有一个朋友 那天就跟我说了 他说他气死了 我那朋友是个五十多岁的男同志 也是有知有权 有地位 有面子的一个人 人比较拘谨 不太开玩笑 那天就跟老婆翻脸了 为什么 手机在桌上放 老婆好心 一看震动就帮去看 来个短信 我那朋友叫李军 那短信是军哥 好想你 想你 想你好想你 军哥 一定要想我 落款 红红 你说这个红红 大家想肯定是个女人 那这个老婆跟他翻脸 这个老兄后来人无可忍 就领了老婆去找这个红红 这个红红是个男人 叫马大红 那比我们这个军哥还要大两岁 那天喝高了 骚扰军哥 但你有没有想这个玩笑开得过头了 所以他要有个文明使用问题 那么第三个我们讲的手机的使用 还有一个规范使用 反复的强调 礼就是行为规范 那么我讲的规范的使用 包括以下三个细节 第一个细节 那么通话的整个过程 不管你是打电话还是接电话 它其实跟坐机的使用一样的 礼貌用于要有 电话该谁挂就是谁挂 该说道别 就要说道别 比如举个简单例子 现在我是地位高的人 你是我学生 那我现在要挂电话之前 我要跟你说声再见 说再见的意思是什么 就是告诉你 我要挂电话了 是吧 你有没有遇到这样的人 电话拨通了不跟你反应 他先累 把电话在这个拨台上夹着 等你说话 你半天不说他来一句 说话 吓你一半死 还有同志挂电话 也不跟你说 问你有事吗 你说没事 就给你挂了 尤其那翻盖折叠 叮一下 人家正在那洗耳宫廷 你打人家一下 这非常不礼貌的 第一个点 你要按照 一般的坐机使用的 那种游戏规则去遵守 第二个点你要注意 就是我刚才强调过一次的 手机不易相互借用 是吧 他的卡 他的内存 他的短信 他的电话号码 从某种意义上都是个人隐私问题 你把人家手机拿了 万一这个卡被复制了 将来那个话费高了 人家找你 你说你认还是不认 你说你没偷 他别人说你偷了 你说不清啊 所以这个不减 最后呢 手机还有一个 是他的鞋带位置 我们女孩子一般习惯 把那个手机挂在脖子上 接上这样的女孩子 不发气人 很多男生都头省事 手机挂在腰上去 还有一些老兄 觉得挂腰上不好看 放到口袋里去 其实 手机别丢是重要的 手机鞋带是重要的 但是从规范这个角度 好看 方便 建议你手机还是放在公文包里去 不容易丢失 他就要养成习惯也就是了 有的人拿小包放小包里去 别放在裤腰带上 金教授曾经讲个笑话 一个人的社会地位和腰上所挂的物品的件数 一般成反饼 那有通知反正一件给你开大火部 手机两个 呼机一把 打火机一枚 瑞士军刀 一柄 练摊 那这个不太好看 而且你腰上挂一堆 西装摇摇欲坠 上衣鼓鼓囊囊 不好看 那小姑娘嘛 你上街逛的时候 手机挂脖上倒挺好 但是还有问题呢 安全吗 离心脏挺近的 方便吗 电磁波是对你生命波构成影响吗 你想没想 再退回来说 这也不是谁都可以挂脖上去的 金教授 我要把手机挂脖上是不是多了点 我们这有大妈 大妈你要把手机挂脖上 你成何体统 人家孩子该笑你为老不尊 冒充少女 是吧 他实际上是有个身份的问题 所以你到什么山上唱什么歌 手机的使用 他也必须规范 要安全的使用 要文明的使用 要规范的使用 这是我们讲手机使用时的几个气氛礼貌 总而言之 文明而礼貌的使用电话 包括坐机和手机 会使你有效的沟通 会使你恰到好处的向别人表示尊重 或使你获得有益的信息 倒过来说 如果你使用手机不礼貌 不文明 将损害你的电话形象 你的坐机也好 手机也好 你不文明的使用 会使你电话形象严重的受损 谢谢各位 高精度焊接机器人 16万次成家检测 领先科技成就卓越品质 海尔防电墙热水器 让家更有安全感 思念金牌水饭 好功夫 好材料 自然好味道 让世界尝尝中国的味道 思念金牌水饭 下星N6GPS 卫星导航手机 跟我来 下星 眼疲劳 点润结 润疏营养 不甘涩 在工作中 在日常生活中 我们见面时 总是少不了握手 这个握手可不能小看 见面时 究竟是男人先伸手 还是女人先伸手 是长辈先伸手 还是晚辈先伸手 中国人民大学金正坤教授 为您讲解握手中的礼仪